第二十三期 就像雞卡箱 第二十三期 為什麼這麼大 雞包 海歐 單 好久不見 我的天天見 DF2 ETM 很不值錢的機型 因為它雖然有能夠雜核桃的重量 但是它是塑料的上下蓋 所以手感不好 為什麼這個會在這裡 因為它是 在DF2的基礎上加了一個測光功能 所以它就 很方便的把所有測光元件放在 機頂的位置 就沒有像其他機型一樣放下面 連線都什麼 再一個開關 慢慢卡住 就這樣啦 放棄治療 失去信心 鏡頭有差 裡面 焦合晶片裡面發霉 所以 基本上是沒得救 使用橙色吧 清是很難清掉的 別嫌棄它啦 存量很大的當年 關注度十分低 吸不起興趣感 要失去觀眾了 當年的相機包 都必須具備 防盜功能 露葉 蛤? 很成年的 這個柯達反轉篇 可是是反轉篇耶 就長期放在冰箱裡面 裸露著保存 然後就濕掉了 但 放冰箱的話 記得要用袋子裝好 膠殼又是不防潮的 所以濕氣很危險 進去了都會 試一下囉 可能會沒有影響 但真的很危險 你終於可以拍反轉篇了 拍了我也沒錢充 充魚卷要五六十 正充的試錯成本高啊 哦 還有富士 這兩個的 好的可能性會高過那些 首先它是富士啊 口碑不錯的 2009年的這一種是 所以它在機應該是一直用到 大概07年左右 你猜是什麼機 渣狼的EOS30 渣狼的EOS30 剛凍藏在 這個鏡頭 用的是35-5135的鏡頭 這個強進 哇 全是美 裡裡外外都是美的 不得不說 說了 開這麼多 多 都沒有人用 然後就是用到EOS 再用膠卷 嗯 以前應該是 很愛好的 愛好用戶 才會去買 對 買到這種程度的膠卷機去拍 我沒見過打不開的 EF的後蓋 為什麼會卡得這麼緊啊 好這一次就到這裡 剩下半個鐘 真的扭不開耶 怪 非常怪 算了算了 不要 為什麼不懂 先試一下機器吧 然後這台機的通兵就是 卡扣 卡扣斷了 這個可以換 有的換 為什麼它的相機包裡面有三顆CR2的電池 但不是PK這台機的 這台機是 對啊 這台機是用CR123的 所以就買了 就放著 壞掉了 典型的 一按快門就閃煤電的標誌 其實不是煤電 就是故障 幫幫它 它在蘇醒 它醒過來了 它經過了一番熱身以後 沒有報錯了 正常了嗎 對 太久沒動卡卡的 動一下就好了 取景器裡面顯示也可以 那 裝個鏡頭是 有反應 光圈也可以 閃光燈呢 可以喔 裝卷是一樣 裝卷是一樣 裝卷的話 就要 手摳模擬關後蓋 因為它卡後端 可以了 回卷 哇 高端接心回卷好快啊 馬達夠力 小聲又速度快 更不上 又要 又要扯出來了 扯片頭 扯片頭 為什麼是這樣子 扯片頭 城市還不錯 取景器裡面也乾淨 挺好的 就是 可能是要再保養一下 這樣 太久沒動過 可以再拆下來洗一下 就可以了 是先塞一條 對嗎 不對 不用拉出來 然後 第一個 進去 然後第二個進去 然後轉到有生命 第二個進去 我知道了 抽出來 真的比雙面膠好用 我要再試一下 開下一個 可以了 關注同名微信公眾號可獲得入群鏈接 進群一起分享你的照片 我們會定期挑選編輯交片療癒計畫 入選同樣會有小獎品 以鼓勵用心拍照 樂於分享的你哦 好 感謝支持 大家才完美了嗎 感謝支持 大家才完美了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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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